你去山洞嗎? 是的 你怎麼做? 你來坐鐵桶嗎? 是的 我去Chartelet,對嗎? 好 今天沒有達到 這就是 今天是在巴里的第三天的清晨 現在是早上7點25 我們現在就準備要去機場了 接下來要去另外一個國家 奧地利 早上的巴黎都沒人耶 太早了 大家都很晚睡啊 我到奧地利了 現在在維也納機場 奧地利機場感覺比法國新很多耶 現在在第三堂下 可能是因為這邊比較新吧 尤其我剛從法國機場過來嘛 然後就覺得這邊的建築整個非常的豪華 出入境的那個班機時刻的抵達表啊 我目前遇過的機場好像還沒有遇過是像這樣子的 你們看看 整個是印在那個玻璃牆上面的 超酷的 這邊的感覺呢 又跟巴黎是整個很不一樣的氛圍 然後看一下往後面這邊 他們就大家也都坐在馬路邊啊 人行道一樣非常的大 可是好像多了很多 很特殊的裝置 他們也是走駕耶 他們這邊也有U-bike 這個天空也太懶了吧 這個天空也太懶了吧 我剛剛進了地鐵站 沒有任何閘門 我現在到站了 現在要往出口走 你看 他們的出口 也是這樣沒有閘門的 太神奇了 這要地地 不會有人逃票嗎 這是在我們台灣的習慣 應該是很難 很難相信的 就是為什麼可以這樣不用有設閘門 所以他們也不會逃票喔 雖然說他們好像有時候會檢查 但是聽說 這邊好像檢查的不多 那 所以大家都很善良 我現在要去的地方叫做 熊布朗宮 它又叫做美泉宮 那這個地方呢 據說是 來維也納尼 一定要來參觀的一個景點 熊布朗宮位於維也納郊區 又因為曾經被某位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讚美此地水質甘甜 所以興建在此 並且稱為美泉宮 好難過 只有一個人可以做紀念 這個地方見證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心衰 超級建議大家如果來 一定要租借中文語音導覽 非常值得一聽 好多人 現在來到了這個是 維也納的一個市集 現在還好多人喔 這次已經有點像是 我們台灣的那種跳蚤市場 然後我們現在來 它已經有點在收了 因為據當地人說 就是好像六點就會解禁 現在已經差不多看到很多攤販都在收東西了 你看這有畫耶 可能有時候可以 挖到一些寶 我們走看看吧 我現在在這個地方是 維也納的白水公寓 然後就是我身後的這棟建築物 它的顏色非常特別 然後形狀也很特別 這個景點有點讓我出乎意外的是 沒想到這邊這麼多人耶 因為 而且都是 我目前在這邊看到 都是外國人 就是 比較少看到亞洲人 可能有了 可能我來的時間也是一個原因 然後今天又是 剛好是禮拜天 這邊非常的熱鬧 然後裡面這個紀念品店啊 它裡面有 零零種種一大堆 就是很好逛的 關於白水公寓這樣子的 五顏六色的顏色 這種形狀啊 圖案啊 這種色彩 就是設計出來的 一堆的紀念品啊 都可以來買 然後滿值得來這邊晃一晃 而且它裡面還有 咖啡 超級的 好 好 我很大 很燙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我現在後面這個就是 我從小就很想要來的 維也納哥劇院 他每天晚上的演出都是不一樣 你在他們官網上面都可以查到 他們的每天的演出節目是什麼節目 然後今天的節目是芭蕾 我對芭蕾沒有什麼印象 但是因為我蠻想要看看裡面長什麼樣子的 就是沒有來過嘛 所以一定今天想要來朝聖一下 那待會我們就去買票 維也納哥劇院的票呢 就是有 除了做票之外呢 他也有 戰票 那戰票的話好像是3歐吧 對,那是哪兒那是哪兒是 那是哪兒是 我知道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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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